蒙德流浪记,炮灰NPC的逆袭之路 第一章,意外抛弃 我叫亚瑟,一名来自治东国的愚人众成员 三年前,由于一场突如其来的任务,我被上司派遣到蒙德 原以为这只是一场简单的出差,却不料成为了一场漫长的流浪 任务完成后,我被上司不小心抛弃在蒙德,这作风之城 最初的日子,我尝试联系所有能联系到的上级 期望他们能够带我回至东国 可惜,所有的回信都是让我再坚持一下,马上就会有支援 然而,这一坚持便是数月 第二章,生活困境 在蒙德,身为愚人众的一员,我不能轻易暴露自己的身份 无奈之下,我只能寻找各种临时工作来维持生计 从打杂的是阴森到街头表演的小丑 我几乎做遍了所有能想到的工作 可即便如此,我的收入依然微薄,经常陷入温饱问题 为了能够更好的生存下去,我开始寻找其他的副业 蒙德的市场上,有许多冒险者和旅人,他们需要各种服务和商品 我决定利用自己的记忆,开始制作并出售手工艺品和药草配方 这些东西在蒙德颇受欢迎,渐渐的,我的小生意开始有了起色 第三章,求救无门 三年过去了,我依然没能回到至东国 在这期间,我不断给所有能联系到的上级发求救信,请求他们批准我回国 但回应依然是让我继续努力,相信组织的决策 这让我感到无比的绝望和无助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只能加倍努力经营自己的副业,以确保自己在蒙德不会饿死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手工艺品和药草配方越来越受欢迎,甚至开始有了一些固定的客户 我的生活状况也渐渐改善 第四章,执行官的到来 就在我以为自己的生活会这样一直持续下去时,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打破了我的瓶颈 执行官达达利亚大人亲自来到了蒙德,并且找到了我 当我看到他坐在我面前时,内心的情绪既激动又复杂 在漫长的扯皮过后,达达利亚大人终于开口问道,你也不想让李月知道你是愚人众吧 我一脸诚恳地表示,您在说什么我可听不懂,亚瑟我们这可是震惊生意啊 第五章,新的开始 经过一番交涉,达达利亚大人终于同意安排我回到至东国 临行前,他对我说,你的努力我们都看在眼里,组织不会忘记你 带着这句话,我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这些年来的经历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即使深处逆境,也不能放弃希望和努力 回到至东国后,我将继续用自己的努力,为组织贡献力量 并期待着有一天能够重新回到蒙德,看看那片曾经让我流浪的土地 结尾 回到至东国的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心和激动 这三年的蒙德流浪生活,虽然艰辛,但也让我学到了很多 我不再是那个只会依赖上级的愚人众成员,而是一个懂得独立思考和努力拼搏的亚瑟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将用这些宝贵的经验继续走下去,无论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组织 蒙德流浪即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成为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历程